汗泡诊它是多重因素影响的 像是有些人它是因为睡眠不好 或是压力大的时候就会长汗泡诊 那这种状况的话 当然只能说调节你的压力 然后调节你的作息 治疗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汗泡诊的药膏可能比较常 还是会含有类固醇的药膏 那但是如果说民众在长期使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皮肤的抵抗力会比较弱 那如果说像是你的汗泡诊是 发作在脚部的话 要小心说可能在长期使用之下 你可能会同时合并有汗泡诊的状况 以及同时产生香港脚的状况 那如果说有以上两种病症 同时出现的时候 那在治疗上就会更加的困难 所以说会建议说患者 如果在使用一些 肋固醇的外用药膏的时候 还是一样要定期回诊 给医师评估症状 那避免说你其实已经患有香港脚了 但是你持续使用肋固醇药膏 会让香港脚更严重 而且香港脚变严重的时候呢 也会引起说你汗泡诊更难治疗 通常比较严重的患者 就是在严重发作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水泡然后会非常的痒 我们就会给予口服的类固醇 那口服的类固醇的话 由于说我们尽量避免长期使用 那如果说真的你使用的时间比较久 如果说有超过一个月的话呢 就比较会影响到有全身性的副作用 那由于说汗泡诊它是多重因素影响的 所以主要是你可能要去找到说 引起你汗泡诊严重发作到底是哪些因素 像是有些人他是因为睡眠不好 或是压力大的时候就会长汗泡诊 那这种状况的话 当然只能说调节你的压力 然后调节你的作息 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是 有吃到一些比较容易过敏的物质 或是接触到一些过敏源 通常在吃汗接触的话 我们会建议说尽量避免寒涅的食物 就是有汗泡诊的民众可以尝试做低涅的饮食 例如说像是巧克力 然后一些坚果类 扇贝就是像牡蛎那种扇贝类 那这些就是比较是含涅的食物 那在接触的东西上呢 也要小心说就是尽量少接触到一些比较 程度没有那么好的金属类啊 然后一些太香的香氛 人工香氛 那当然一些比较刺激性的物质 像是现在常常都要清洗手嘛 可是有些清洁剂太强了 太刺激了 那你这样反复吃出的话 也会让你的汗泡诊比较容易发作 感谢观看